双层利青瓦安装 利青瓦安装前弹线有助于确保利青瓦铺设的整齐度 首先,在其中一个屋面垂直方向用卷尺量出弹线位置并做标记 然后,用墨斗弹出水平线 第一条水平线弹在巨岩边的300毫米处 此后的每一条水平线之间的间隔为150毫米 取一片专用岩口瓦 将岩口瓦安装至屋檐处,并突出岩边20-30毫米 钉位设在岩口瓦上方3厘米处 每张岩口瓦至少使用4颗钉子 并确保钉子在同一水平线上 然后依次钉完整个屋檐 用美工刀拆开赛藤沥青瓦塑料包装 取一片沥青瓦切掉167毫米 相当于瓦片的六分之一 从岩边开始铺设并覆盖于岩口瓦之上 侧岩边突出20-30毫米 瓦片上沿与第一条弹线对齐 赛藤单层与双层离青瓦持足有胶条技术 瓦片均不用施背胶割离膜 拆包即可开始铺设 施工剪片节省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垃圾 第二层用整张离青瓦叠于第一层离青瓦之上 瓦片上沿与第二条弹线对齐 侧岩边与第一层离青瓦边缘对齐 每张瓦片至少使用4颗钉子 钉位设在瓦片垂片往上1公分的位置 相邻钉子间隔30厘米左右 均匀分布 使钉子能同时钉住下一片离青瓦 第三层与第一层相同 第四层与第二层相同 以此类推铺置屋极 然后用整张离青瓦按顺序 依次铺设完整个无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月